我曾经说过呢,比特币短期无法判断,长期呢,不用判断,长期看一定涨,但短期呢,无法判断,疫情期间,比特币也跌到过3000,是吧?风险也很大,所以进入币圈的朋友们呢,不要因为减半,就以为币价要暴涨,这不是已经减半了吗?币价也没有暴涨,对吧? 因为什么呢?因为第一,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,全球的不一定因素还很多,第二,现在传销都没法开会了,所以呢,传销不开会呢,币圈进不来钱,所以不涨 第三呢,是矿机已经没有新的一代了,就这样了,结束了